俄罗斯最近可谓是喜事连连,首先在叙利亚前线,12万人的俄血联军对伊德利普胜已经为而不打了一个多月,而其中原因则很简单,双方都不想继续动用武力,俄罗斯担心西方军队从背后捅刀子,而叛军则担心丢了性命。 上个月17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索线旧伊德利普胜很多问题,达成了一系列共识,而日前叛军也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,将包括装甲战斗载,大口径火炮在内的重兵器,急速撤离了非军市区。 根据分析者,下一步他们可能会和俄血联军做出更暧昧的举动,而这一点恰恰是西方最不愿意看到的,因为如果打不起来他们捏造的所谓换武攻击,就没有任何发生的可能,为此会约一面尽力阻止双方接触,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从其他方向给俄罗斯搞事情。 既然双利亚前线的战略地位已经大大下降,那么美国人当然要凭借手中丰富的军事资源在别处打开局面,此前已经在地中海东部徘徊很久,准备刺激攻击双利亚的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母战斗群在10月10日已经掉头往昔,准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,其目的是加入被冤,新一轮的海上联合演习。 此次代号为三叉戟的联合演习规模比五月份的波罗帝海量2018还要大,一共有来自32个国家的超过70艘个型军舰参与。 此外参演飞机达到了130余价,总兵率高达5万余人,堪称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北约最大规模的海上集结行动,而对于北约的挑衅,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, 已经发布警告,北约的将为此付出代价,另一方面战斗民族,同样用实际行动标明态度。 根据消息显示,俄军东欧集团已经开始集结,准备筹划新一轮的战术演习。 而从战略角度上普京更是玩了一回大的,就在10月11日,俄罗斯陆海空前以及战略火箭并接到普京,亲自下达的演习命令,全面开始战略和力量演习。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称,此次演习最主要目的,是检验俄军传达方式手段的克服程度,俄空前军和海军扮演家响敌,其从北欧的巴伦之海,和位于太平洋的俄霍茨克海,注意演习范围。 已经跨越俄东西圈境,发射了空射巡航导弹,战略和潜艇也发射模拟仙射弹的导弹攻击目标,而俄军的战略预警系统以及其他雷达,及时发现了,他们并进行有效拦截。 根据俄国防部的报道,所有演习军取得圆满成功,北极熊再一次张开了绿枣,告诉美国人,我们不好惹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